大家好 歡迎回來 惡趣味頻道的炮谷片 想怎樣 因為近期都沒有哪部電影 我們很想圍爐分享 所以今集就繼續由我軒仔 單機和大家分享一下劇集 今集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一部日劇 Blue Moment 模式氣象英雄 響劇改編至小澤加內同名的日本漫畫 暫時播了5集 也是在山下至久 計Cold Blue緊急救命的電影版 時間六年 再次穿上救援隊的戰衣 最初看預告的時候 我就很期待 因為如果大家都有聽我之前分享的那套TOKYO MER 就知道我其實很喜歡看一些救援劇 尤其日本的救援劇 其實在製作上都很肯付錢 所以看的時候都會很投入 加上今次的職業就有比之前的醫生 他是一個紀藍門的職業 就是講這個氣象研究院 故事就講說 山下至久是一個氣象預報專家 兼且是一個數學天才 他就是在氣象廳的氣象研究所上班 原本就和本田翳準備組織家庭 但可惜本田翳就在5年前的天災遇難 因為這樣本田翳的爸爸 就以防災大臣的身份 成立了SDM特別災害應對總部 招募不同救援單位的精英成員 包括有警察 消防 醫療 自衛隊 海上保安廳等等 主要就是以氣象學為基礎 去應對不同的自然災害 其中最關鍵就是負責 領導大家的山下至久 同一時間出口下氣 就來到氣象研究所 去應徵成為山下至久的研究助手 而且也加入了SDM 他們第一個應對的極端氣口 就是暴風雪造成的雪崩 除了要面對暴風雪 山下至久還要應付 就是整套劇中最大的謎團 其實最初看第一集的時候 就已經感覺到好似TOKYO MER 尤其SDM那一輛車 和它這個團隊 都是淪為 那些政客的政治工具 但老實說 我就覺得沒什麼問題 因為救援劇的公式 來來去去都是這樣 你看TOKYO MER那麼收得 就知道這一套其實還有人買 富士電視台想繼續吃這條水 沒有人會怪你 但好可惜 只有頭兩集的 暴風雪雪景那個位 是做到那種大規模 災害 那種緊張感 打後那幾集簡直是直線向下插 尤其是劇情那方面 基本上後面那三集 我都是捏著大腿的捱下去 對我來說 劇情最不合理的位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每一集 出口下戲都要講國語 雖然上網看資料 看到沿著的角色 的確跟劇集的設定是一樣 都是說他是歸國的子女 中文流利 但也不代表每一集 你突然要插幾句國語對白 一來你又會令人看得很突兀 二來又會對劇情毫無幫助 我寧願你頭一兩集 或者第四集集中說他跟他姐姐的關係 寫一些情節 是要用到他中文流利的能力 反正你整套劇的套路都是每一集加一個新人 然後加的同事又會用大半集去講他的背景 與其你要他無緣無緣無故 每集講幾句對白是國語的 不如你在這個位置才凸顯他的能力 好過現在這樣 給我感覺像是經理人公司 想他出來show off 另一個覺得不合理的位 就是仁切 本田逸的堂弟 由一開始出場 其實就已經很討厭了 原本就以為他們這樣的關係 會持續很長的時間 甚至可能去到整套劇院 他們才會和解 怎知敬而稀 兩集就Fan 嚴格來說其實他們只是一起出動了一次救援行動 就令到他已經可以消除了對3P的怒火 其實你也不是很生氣他 我寧願你繼續 要他們兩個維持這種 不喜歡對方的關係 但又做到那種良性競爭的感覺 有點火花 好過現在 擺明就是為了想留下其他集數 去講其他角色 而好而稀的去了一件事 講開本田逸堂底這個角色 其實有個位都幾離譜 就是頭一兩集他很堅持出動救援行動的時候 是不可以危及自己的生命去救援其他人 誰知轉過頭 就跟3P在第二集拿一條命去搏 而且不只是他自己兩個的命 是包括另一位傷者和兩位救援人員的性命 這些位真的看到人家得淡笑 後面那幾集都有不少這些位 那些我就不再深入講了 當是留給大家一個驚喜 如果聽到這個位 其實可能你們都會問 為什麼我插到這套東西 還要繼續看下去呢 除了因為我真的很想知道 本田逸的死背後 都隱藏著什麼驚天大陰謀 還有一些 其實是鄧兔劇是可惜的 因為其實他每集都會講到 防災知識 確實是學到一些東西 還有真是挺有用的 當然你說我們香港 有幾可會遇到這樣的情況出現 但是這些是講不完的 可能有時候去旅行真是不幸遇到 加上香港人那麼喜歡去日本 會遇到這樣的災害 都真是不奇怪的 而且日本災害的確是經常發生 我們看新聞都知道 所以正如這套劇所講 是想令市民學到一些防災知識 去減低死亡 如果這套劇做得好 多人看 戲裡戲外都真是達到這個效果 當然是最好 但是現階段無論是收視 還是討論度來說 看來這套劇還是需要努力 另一個比較可惜的位置 同樣都是趕一團隊去做事 但是TOKYO MER那種方式 做得很好 每集真的看得到 每個角色在團隊裏面的作用 每個人都可以一起 但是相反 Bull Moment每一集加一個新人進來 給我的感覺 就好像有一種勉強要他們加入SDM 又好像不太拿得到3P的位置 比較像是某個救援團隊 剛好有些氣象殼的問題遇到 就要問3T找解決方法 再加上每次去到最後 都一定是看著3P的錯樣 然後按幾下鍵盤就解決了整件事 其實真的令人感覺很兒戲 雖然觀眾都知道這類劇一定有主角光環 每次他們一出手一定是零死亡 但是你看TOKYO MER 在過程中我們就算明知結果是這樣 都會看得很緊張 說了那麼多不好的東西 最後就說了一點點有趣的彩蛋 一個就是剛才提到3P08年的那套 剛巧和這套Blue Moment同樣有個Blue字 兩套也是救援劇 而另一個彩蛋就是劇中飾演 總武省總武大神的珍齒美貴 當年在0秒出手 其實他是做3P的媽媽 雖然這次兩個人的角色 就不算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但見到兩個人再次同台演出 是有點感慨 而且都感受到歲月的洗禮 無論是角色還是我自己 上當年都不知道重看了多少次0秒出手 最後一個彩蛋就是我之前都分享過的 那套珍吓的灰姑娘 水上行屍和人村沙和 都算是有修成正果 不知道這套劇中 他們會不會再續成員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整體來說這套劇確實是比較差 問心如果你想看救援劇 我一定是推薦TOKYO MER 但如果你又想看3P又想看救援 一定是看他08年那套Colo Blue緊急救命好過 三季加上電影版都寫得很好 尤其是每個角色的成長線都很好看 算是長篇日劇中做得比較好的一套 但如果你說兩套都看過了 那你就真的自行判斷 開不開這套Blue Moment 最後都是希望大家可以 讚好訂閱分享我們這個惡趣味的頻道 如果你有什麼影視作品是覺得正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最後都要說一聲不好意思 如果大家一直都有看開我們這個台 其實炮谷片中商店 一直都是星期五或者星期日更新 但因為最近自己有些事要做要處理 所以更新都比較不定時 但我都盡量希望可以一星期 跟大家分享到一套影視作品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集見 拜拜